台美之間TIFA即將復談 APEC東亞資深官員柯夏普 在昨晚抵達台灣 而在台灣唯一的一場公開演講時 他表示 美國十月將派遣跨部會團隊 來台灣和台灣政府進行專家集對談 讓台美經貿關係進一步發展 代表美方來台溝通經貿談判 柯夏普全程低調不受訪 唯一一場公開演講 是受美國商會邀請 暢談台美經濟關係 也透露台美貿易投資加工協定 TIFA復談的新進度 除了台美之間的TIFA露出曙光 馬總統也希望台灣未來 能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 不過客廈普提醒TPP貿易 自由化市場無縫接軌的過程 主要時間 博夏普來訪被視為TIFA重啟協商 重大突破 除了到總統府見了馬總統 其餘和誰談 談了什麼外界難窺一二 代表的是相關議題的敏感和複雜度 有點TV 王淑穆 林英雲 台北報導